第一站我們來到了威魚隔熱紙 台北市數一沒有數二的隔熱紙貼膜專門店 為什麼要先來這家 天氣這麼熱你不先貼隔熱紙 你改車衝他小 貼個黑紙就好了嗎 隔熱紙不是你想要這樣子啦 你以為貼黑就好了 隔熱紙最重要是它的隔熱效率 反正它就是有很多種類很多類型啦 不是什麼貼黑就好了 要隔熱才是重點啦 等一下我們去找劉老闆 讓他解釋給你聽 劉老闆我又來了 今天我這台車我要貼最好的隔熱紙 然後還有一些膜你幫我推薦一下 一般啊現在比較年輕人都貼比較黑一點 不要給大家看到 就我們有比較黑的 那隔熱又最高 這個都可以有儀器可以測 它有紫外線 100%幫你組隔 這透光度 對 透光度就是說你只剩下3% 外面的人就看不到你 對 然後這IR 這是紅外線 被熱的阻音 熱源 我已經幫你組隔了97% 所以說這個貼了就不會熱 重點這個材料非常好 它用陶瓷的材料 你看出去還是很清楚 別人看不到 就是不會霧霧的那樣 有些好的隔熱紙會很好 可是它會有點霧霧的感覺 就是說以前的材料 它一直出新嘛 那我們這是最新的 就用陶瓷 全透明的啊 它也可以把這個紅外線阻隔掉 幾乎都是零了 就是不會熱的意思 它又可以透明 但是透明的一定會比 黑的來的熱一點對不對 那個就是要講到總隔熱率 可見光 就是像墨鏡 對 墨鏡它是用 把可見光阻隔掉 對 那我們隔熱紙是講紅外線 紅外線啊 佔熱的50% 只要我們把紅外線 阻隔掉 對 那可見光你可以自己選 你可以選透明的 你可以選中的 也可以選深的 也有透明的這樣的選擇 所以它如果想要當帥哥 它可以選透明的 我沒有想當帥哥 我們要貼那種挖鼻孔 人家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貼黑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貼的話是 我的前檔是貼幾%的透光 一般前檔 因為它有安全性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貼太黑 像國外啊 它是40%以上 才可以貼前檔 那台灣做的透光度 差不多在30%幾% 就是剛好可以安全 又可以有一點在樹下開車的感覺 這樣開車比較不會熱 那效果比較好 我後面就可以比較黑了 其他地方 後面啊 如果我們有這個需求 對 你要貼多黑其實都可以 上面你看 那個天窗 現在都全景玻璃天窗 對 太熱了 那沒辦法開車 所以說我們可以把它貼一個 隔熱紙在裡面 我們貼的幾乎都是十幾年不會有問題 就是下面貼隔熱紙嘛 啊上面還有東西可以去強化 對對對 因為現在那個石頭啊 哇那個玻璃啊 第一個玻璃很貴嘛 對 那我們如果有貼的話 石頭打就不會破 這最新的喔 可以割紅外線 然後又可以防爆 就是以前人家都說貼犀牛皮嘛 那現在這個是比犀牛皮更好 加了隔熱 多了個隔熱效果 紅外線阻隔95% 這最新的 一般貼外面 差不多五年 對 貼裡面都可以用到十年 所以說幾乎一台車都貼一次就可以 就貼到它換車都不用換了 老闆我聽說 好像蠻多明星來這邊貼的 這不能說耶 你偷偷幾個給我知道 偷偷幾個給我知道就好 我想知道 比較大排的就是XX 還有XX 還有XX 都是真的很爛咖的耶 他們貼隔熱子有什麼樣的喜好 明星嘛 就不要給人家拍到 大家都會貼稍微黑一點 就能多黑就多黑就對了 我們今天就要當明星 我們就要貼這麼黑 老闆那 那這些都是可以改色的模嗎 還是說它是做什麼用途的 全世界都在流行這個改色 就比如說你是黑藍色 但是可能你喜歡白色 黃色 顏色有一百多種 等於是說不用考漆啦 我改色我車子不會疊價 我想換什麼顏色換什麼顏色 我那裡有一台剛好在DK看一下 原來是白色 現在有最新的這種橡木的綠色 就是有錢人的綠啦 一般人看不懂 就是自選色 你可以選這個色 這感覺要貼很久 最主要這工時啊 就是手工 就是要把它包得很細很漂亮 對 來拍DKK 這老闆你剛剛跟我講的 他們去美國受訓回來的照片 代表他真的是出國學回來的 玻璃啊 它都是有一個幅度 有一個弧形的 對 這個自己貼不起來 這要有技術 要有工具 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 用熱風啊 把它縮縮 製造這個玻璃的弧形 製造這個弧形 因為它不是直的嘛 它是有弧形的 對 那等一下進去一次就OK了 就可以把它貼得比較漂亮 這樣做你紙上去 你就幾乎比較不會翹邊 哦 會比較服貼 對 其實我們都是頭罩 就是黑黑的 然後來就有金屬反光 然後再加了 雙層 金屬 裡面再加顏色 最近的都是奈米的熱質 再過來啊 就微奈米 裡面再加一些 像陶瓷這樣的 稀有材料 然後把它的熱 阻隔得更好 所以我們今天貼的就是最好的 最好 保持捷最頂級的 這賓力最頂級的 BMW最頂級的 賓室最頂級的 都在這裡 這個是真的啦 這邊 每次來這邊 都是一些珍奇異藝手 你要看什麼最新款的車子 來這邊 就會看到了 其實 其實齁 看這個貼的熱質也很療癒 看著那個水泡 慢慢把它刮出去 真的 滿療癒滿爽 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很爽 反正就是有一種療癒的感覺 看著那個泡泡不見 然後玻璃 整片變黑的 就有一個爽感 以後挖筆粉不怕會被看到 喔老闆這個 割到那麼細喔 對啊 比厲害就是 比誰把它貼到 這個幾乎滿版 連摸都摸不出來 我做到幾乎讓你摸不到了 後面還有一個 我的秘密武器 再更厲害 不過這個不能拍 因為這是我們的機密 後面有秘密不能拍 這就是為什麼 可以在這邊屹立不搖的原因 我們以前學貼隔熱紙的時候 就是 只能貼到這裡 因為這個夾進去 它隔熱紙會 會夾壞掉 那現在都可以黏到 像老闆的技術 可以黏到全滿版 全部都是 然後像老闆他們 剛剛貼到那個這麼滿版 然後還可以厲害到 你手你摸不到 它的割線在哪裡 你根本不知道 它到底怎麼割的 因為你根本摸不到那條線 我覺得這才是厲害的 滿版可能別人也可以貼 可是 就是進入讓你摸不出來 這真的是你摸不出來 你不會知道 它怎麼做的 就好像它是原本就黏在上面的 然後一起跟這個玻璃出場的感覺 真的是 厲害 其實我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因為我自己的車子 每一台車都來這邊貼 我也推薦超多朋友來這邊貼 我每次來 這邊現場的車子 都是那種 扭鬼車身 反正就是雙B等級以上 然後很高階的車子 隨隨便便都是破億 今天 現場的車子加起來又破億了 那為什麼要馬賽克呢 因為這些車的車主都是 太大咖的人 我們不可以隨便的曝光它的車子 所以你自己去想像吧 反正每次來都破億啊 這個就是美國原裝的防暴膜 貼在你的前檔玻璃 或是車身的玻璃上面 那你在路上開 它石頭打 就像這樣子 它就是頂多那個洞 那個玻璃不會破掉 對 它把這個衝擊把它吸收掉 這一般你打的保證 脆弱弱 我們講9H 9H就是耐磨900次 有隔熱子是4H 就耐磨400次 這900次已經是最高了 敲就不會破了 就安全增加了 對 然後隔熱增加 啊升降沒有問題 對 它又不會壞 這個是燈膜 噢這是燈膜 燈膜的材料它有吸流鼻的 好好好 針對燈膜專用的 對 然後它這個 你自己也可以買回去DIY 把尺寸量出來啊 然後噴水嘛 噴水有一個介面 其實這很簡單 很簡單嗎 我看那個刀工沒有割好 會割到燈殼耶 應該說你要超出那個燈殼去割 你就不會割到 可以保護嘛 防止可能被刮傷還撞到之類的 對啊 像現在有雷射頭燈 對 雷射 頭燈都很貴 一個 哇 二三十萬 那你貼了 這個是真的有保護 然後又漂亮 嗯 測出去啊 就是最新款 你看我們選這個是有點 燻黑的效果 你跟兩邊對比 它現在那個燻黑的效果 原廠也可以選這樣 對 就要加錢嘛 對 選燻黑的 那選燻黑還是要貼透明的犀牛筆 對 還是要給它保護 那不如就不要選 然後直接來貼這個就好了 對對對 胸多了啊 對啊 整個味道都出來了 就變你喜歡的樣子 有變成我喜歡的樣子 這樣 好 你把它放在手上面 那你這樣割的話 其實不會割到 當然你要有練過 就是有刀工啦 你直接畫你還是會割到啊 你都有全力畫下去 對啊 就是說你的經驗嘛 我說我不會割到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們都有練過 現在時間呢 是下午的五點半 我們已經來超過五個小時了 那已經入了最後收尾階段 天也快黑了 我們今天除了貼了全車的隔二子以外 還貼了根殼的犀牛皮 然後還貼了一些碳纖維 髮絲紋等等的一些裝飾 今天呢 只是我們改車的第一步而已 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 慢慢的希望可以讓大家更了解 隔二子 以及我們在改車 作為當中的一些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影片 因為我現在真的超累 我常常睡覺